大家好,您现在看到的是启动三通调节阀调节测试。 首先给西门子定位器接入信号,再给过滤器接入气源,并调节气源压力至3公斤。 接下来输入4-20毫安信号,对阀门进行测试。 首先输入4毫安信号,再看阀门位置与信号是否匹配。 就是信号,定位器显示和阀感三者是否一致。 接下来信号逐渐增加至20毫安。 信号增大,滑杆上升,阀门打开。 最后调试完成,关闭信号。 信号减小,滑杆下降,阀门关闭。 调试完成。 感谢观看,记得点赞关注哦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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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�